大家好,我是志愿精灵G2,很高兴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与大家见面。 我由志愿精灵团队设计,搭载了高性能运动关节,高精度力矩传感器, 继承了先进的空间感知系统,支持快速学习部署,并具备出色的多模态与影交互能力。 我的诞生是为了能够走进各行各业,将人类从反重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人类在工作、生活和探索中的得力伙伴。 谢谢精灵G2,你的介绍听起来就很有料,不过我知道朋友们肯定更关心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你可以带我们看看一线的真实表现吗? 当然可以,我也想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兄弟们都在工厂做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这里是一个安全带索性的生产流程,机器人分别负责不同的生产工序, 与人工配合,一同完成安全带索性的生产。 首先我们看到了最前面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安全带索性的压紧工序, 那么这些索性会由机器人拿取并放在压紧机上完成一个压紧工序。 机器人在生产工程当中会不断地采集生产数据, 并把这些数据上传到本地部署的一个服务器上。 这些数据会用于模型的训练和迭代, 也就是说,随着机器人不断地生产, 这些模型的作业能力会不断地提升, 它的作业效果会越来越好。 为了保证数据安全隐私性, 我们会保证这些数据只保存在本地。 现在我们通过了这个较为狭窄的通道, 是工厂内比较常见的情况, 所以让机器人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高效安全地通过, 需要机器人具备完备的环境感知能力和精确的碰撞检测能力。 机器人配备了两颗激光雷达以及全景环视的能力, 保证所有方向上的有效安全检测, 保护周边人员的安全。 机器人的底盘也进行了专门的跃杖能力设计, 可以有效通过工厂里各种减速带和电梯口缝隙等。 这里是机器人充电区, 机器人在电量较低时会自己回到这里进行充电, 实现一个7×24小时的连续作业。 那么以上就是精灵G2机器人在工业现场的一个情况。 精灵G2的设计初衷就是一款以工业标准来打造, 为执行多种复杂操作任务而生的人型机器人。 那在刚才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机器人在操作零部件的同时, 其实它的腰腿部会有一个全身的连动。 那机器人的实际的这种工作时候的姿态, 跟我们人类是非常的相似的。 那这也是得益于我们在设计它的时候, 为它设计了一个具有三个自由度的一个灵活的腰部。 这样呢就可以像人一样非常自然的去进行弯腰, 旋转,还有左右的摆动。 这样就使得我们机器人的整个操作空间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 可以去复刻很多人类可以在工作时达到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就保证了, 只要是我们人类能够去工作, 能够去触打的一些环境, 机器人都可以去无缝地切入进去。 当我们的客户尝试在部署精灵G2到真实的一些产线上的时候, 因为它的这种拟人性, 就不需要去为机器人专门的设计和改造它们的产线。 那这就一方面大幅地缩短了部署的一个周期, 同时也节省了客户大量的这个额外改造的成本。 刚刚您提到精灵G2有这么强的灵活性, 我们还是要眼见为时的。 你好精灵G2, 能为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关节运动范围吗? 当然可以, 我的手臂跟人类非常类似, 有七个自由度, 而且操作空间远超人类。 我可以蹲下, 摸到地面。 也可以站起身手, 够到很高的位置。 我可以90度弯腰, 还可以向侧面弯腰, 增搭上半身的操作范围。 我的腰度还可以180度回转, 不需要旋转底盘就可以拿到身后的动线。 精灵G2确实灵活呀。 你还有其他的使用场景吗? 当然哟, 接下来让我们再走进致远区验室, 看一下还有哪些即将推出的技术成果。 哈喽,大家好。 现在由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G2的手臂。 它是全球首款十字万利空臂。 全臂搭载高精度关节扭矩传感器, 能够精确感知外部环境受力, 区别于普通的胃控机械臂。 它能够根据外部环境自动调节自身刚度, 呈现人手一样的柔顺特性。 接下来由我的两位同事和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演示的是我们的关节组抗。 它可以实现任意关节的软硬调节。 现在展示的是迪卡尔组抗。 用户根据任务调节6D位置的刚度, 实现机械臂末端位置合力的双重调节。 全臂基于多任务的分层控制, 可实现零空间的单独控制。 应用于空间避障, 以及提升末端可操作性等场景。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高精度力感知的能力。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可以用很小的力, 就随意的拖动我们的机械臂。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枚生鸡蛋, 我用它来测试上我们的力感知精度。 可以看到我可以很轻松地用这个鸡蛋拖动它。 我们新一代吉林二机器人的利空壁, 很大的提升了机器人的作业智能的上限, 让我们可以在上面搭载更前面的算法。 柔性、精密和智能我们全都要。 这边展示的是精灵二使用真机强化学习算法, 来完成内存条插接的过程。 我们让机器人强化学习自主探索, 过程中人工遥操作干预和辅助, 大约一小时就可以学会内存条插接这种精密且柔性的作业任务。 听说精灵G2在物流场景也有部署, 让我们远程连线看看现场的情况吧。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来到物流分检作业现场。 现在我们是在一家客户的物流仓储中心。 在我的身后有两台G2机器人正在配合飞梭设备, 执行物料的分检。 接下来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吧。 当前我们看到了这款G2机器人正在替代人工进行供包上料。 可以看到,整个分检过程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它的机械灵巧手。 这只手有19个自由度,最大的指尖力20牛。 掌面向上时可以抓取35公斤的圆形硬物, 可以像人手一样有效地抓取各种尺寸、形状和材质的包裹。 更智能的是,它的指尖配备了3D触觉传感器, 能够实时地检测力度,并做出动态调整。 做到既抓得牢,又不会损坏物品。 为了配合灵巧手完成抓取、翻面、姿态调整等动作, G2腰腿联动做出非常拟人的动作,极大地扩展了工作空间。 当前Boss的商量任务完成前, 另一台G2会迅速地将整车物料运转至缓存区域。 这得益于它强大的移动能力和良好的通过性。 使其能适应95%以上的工厂地面。 此外,G2具备自主导航能力。 在续航方面,G2支持长时间作业结合换电、自主回窗等技术, 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运行,满足长时间高强度的作业需求。 刚刚也有看到G2在物流分解场景表现得非常惊艳。 搬运分解是又快又稳,在这背后有什么关键的技术呢? 这背后其实得益于两样东西。 其中一个是我们在去年开源的百万真机数据集AGI BotWord。 另一个就是我们自研的矩权大模型GO-1, 还有我们的世界模型G1-1。 好,谢谢你,金灵。 很高兴为您服务。 AGI BotWord的距离开源已经有10个多月了。 想请问一下截止目前有什么成果吗? 嗯,我们开源到现在的话, 在HuggingFace上的一个累积下载量已经超过了50万。 然后在Github上也有超过2500次的一个关注, 这些都是一个断档的领先。 我们也计划在晚些时候围绕新一代的金灵G2的硬件, 来开源和发布我们的新一代AGI Bot数据集。 这个成绩太亮眼了,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巨升大模型GO-1吗? 好的,GO-1是我们在今年3月份发布的一个大模型。 它提出了一个Vision Language Latent Action Vila的一个创新性架构。 这个模型是由底层的一个多摩胎大模型VLM, 再加上混合专家系统来共同构成的。 Vila架构就像是给我们的机器人装上了一个三层的大脑。 第一层就是它底座的多摩胎大模型VLM, 负责机器人能够看懂和听懂。 看懂意思就是它能够理解摄像头实时看到的环境的画面。 听懂就是说它能够理解接收到的语言的指令。 第二层大脑就是我们说的Latent Planner一个影视的规划器。 它负责思考和规划, 会把接收到的语言指令给拆解成一步一步清晰的步骤, 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把它规划出来。 第三层是我们的Action Expert, 也就是控制运动的一个专家。 它可以负责精准执行。 它将之前规划好的具体的步骤能够转换成 控制机器人关节的精确运动, 控制力度, 控制轨迹, 确保整个动作是流畅准确可以完成的。 能够比如说稳稳的拿起水瓶对吧, 然后不打滑。 简单来说, 这个Vila架构就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 从只能听令形式升级为能看懂想明白做精准的智能助手。 原来是有三层大脑帮忙, 难怪这么高效。 那么G1-1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机翼可以让机器人从单纯的听令形式的机械手 变成一个能看到眼前的情况, 同时在脑海里预演未来的, 把将来的方案能够先预测一点, 再来行动的一个助手。 这是一种更直接的, 更类人的一种与物理世界交互的方式。 那更重要的呢, 机翼世界模型它是一种以视觉为中心来建模, 赋予了我们机器人很强大的未来时空的预测能力。 通过在视觉的空间中来显示的建模, 预测未来变化, 那我们的机翼模型就能够去规划和执行 需要长时序推理的复杂任务。 那么这两条路线有什么优劣吗? GoOne的Villa架构呢, 它是一种更直接更成熟的选择。 它的分层设计确保了动作的精准和规划的逻辑性。 但是如果机器人执行的这个场景里面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 需要系统能够去预判将来的多种可能性。 那么世界模型的框架, 它根据潜力, 它可以在模拟和推演方面具备一定优势。 不过就是说这两种技术架构, 它也不是割裂和对立的, 未来会逐渐融合走到一起。 那例如在世界模型的环境预测能力之上, 它也可以接入GoOne这样的分层决策的模块。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G2在服务场景的表现, 比如大家熟悉的导览、接待, 看它能不能像专业讲解员一样。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智能导览机器人G2的, 美术馆工作现场。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G2在移动交互场景中, 又有哪些出色的表现呢? 现场有两位机器人, 正在执行讲解任务。 一台正在讲解雕塑, 还有一台正在带领小团, 讲解画作。 让我们走进一集去看一看吧。 一位优秀的讲解员, 离不开生动的肢体语言。 G2的全身头部, 手臂, 腰部和底盘高自由度, 保证它能做出各种引人化的动作。 比如现在, 它正用手势, 精准地指引展品的关键细节。 自然而然地引导观众的视线, 让讲解既清晰又有温度。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移动能力。 你看呀, 在带领团队的过程中, 它能做到底盘向前走, 身体向后讲解。 全程保持与游客面对面的交流, 互动从不中断。 请大家看一下它的核心交互能力。 各位朋友, 咱们加快点进度。 简单看一下这幅画, 画面里是一片金黄的田野。 可以看到, 无论是专业知识, 还是随机提问, 它都能对答如流。 遇到多人提问的时候, 它也能灵活应对, 调整对话策略, 管理时间。 广告, 仿佛能让人直接感受到乡村生活的宁静。 还能智能识别和锁定提问者。 安全始终是第一原则, 但我人靠得太近的时候, 它会主动发出友好提示, 立即停止动作, 保证现场儿童安全。 你看呀, 遇到障碍物也能自主避让, 主动礼貌介入, 继续前进。 前面又有突发情况了, 看一下它会怎么应对。 当这个讲解点临时没有办法到达的时候, 它不会僵化地停在原地, 而是安抚游客, 自动调整讲解内容, 保证体验不打折。 今天我们一起见到了G2在智能交互场景的多项能力, 有自然交互, 擬人动作, 灵活移动, 主动安全, 还有个性化的服务。 相信它会成为提升占管品质的可靠伙伴, 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博物馆中见到它。 刚才连线的四个场景, 包括了工业搬运, 精密操作, 物流分解, 商业导览。 这都是精灵G2目前已经成功部署的一些使用场景。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在探索安检, 巡检, 科研, 教育等等的应用方向, 逐步逐步去拓展精灵G2的客户群体。 精灵G2是一款完全按照工业标准来打造的机器人。 为此呢, 我们还特意准备了一段VCR, 来展示一下机器人在产线上的测试场景。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